各位故事杀龙的各位朋友好 我是商场宝 也算跟大家老相识了 今天这个受山山的邀请跟这个 马勇老师探讨一下关于袁世凯的问题 我想袁世凯大家应该也不太陌生了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题目呢 就是关于袁世凯的一些是非功过的问题 那我想呢 无论他的非也好 还是他的过也好 或者他的事也好 还是他的这个功也好 大概吧 无非就是集中这么几个方面 我大概稍微总结了一下 一个就是这个戊戌政变的时候 袁世凯是否参与告密这么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袁世凯是否抢了孙文 这个所谓临时总统的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宋教人案的问题 那包括后续的这个所谓剿灭孙文的二次革命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二十一条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呢 也就是袁世凯复辟的问题 我想这个十九二十世纪也好 二十一世纪也好 围绕袁世凯这个身上的这些是是非非功过也好 大概超不出这几个大问题吧 当然还有些细小的问题 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那我今天这个 我知道这个马勇老师是关于袁世凯是写了不少文章 我最近又集中的拜读了一下 我觉得为了使我们这个讨论的更 更这个问题集中一下子 我今天主要围绕着这个几个问题来讨吧 我想第一个问题问这个马勇老师 就是说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呀 袁世凯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 不知是真的出心大意 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 这不仅是权力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 没有将尊重历史 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 我读这段话呢 感觉就是理解起来比较复杂 因为是孙文不想参与新政府的这个建设 而自己提出了修铁路的计划 不是袁世凯命令他去修铁路 而不把他拉到这个政府里面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再说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组建新政府 这个宋教人他们已经选了孙文做这个国民党的理事长 但是孙文本人不同意 就是他不同意宋教人的回党造党 所以才要去修铁路的 我不知道马永老师您对这番话 对我的这个理解或者这个简单的解读 有什么补充或者是修正的没有 谢谢那个公司杀龙的各位朋友 谢谢珊珊 谢谢珊老师 那个谢谢各位 就刚才这个问题呢 我就是珊老师看得非常仔细了 就我确实我在这篇文章当中 我是讲过就是 就是民国春年的路可以走得更顺一点 但是就是袁世凯这一拨人能面对的一个 一个就是他他们想那么想到的一个这么一个种状态 所以这个理念就是导致后来一系列复杂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和相关的研究当中 我有的地方我好像讲的比较明白 有的地方讲的就是比较模糊 那么这个里边主要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就我讲的意思究竟在哪呢 就是可能还得和民国最初的这个政治架构有关 这政治架构上呢 就是袁世凯可能这一波政治架呢 真的是很大意了 就旺辉说十年之后吧 十年之后就是新疆革命十年纪念的时候 1921年的时候 战争园那一波老一代 就是他们当时都是参与过1911年 1912年这个政治建构的时候都是参与者 他们当时就在一十年之后就在回想 就当时真的是很大意了 就没有能够像美国独立之后 好好坐下来谈一个新的架构 就中国从清帝国的这么一种架构当中走出来 走向五珠共和 那么五珠共和究竟应该成立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架构 当时呢应该是很从容的去讨论 这三年之后就要是凡事 他如果能够从容讨论中用几个月几年的时间 来建构一个好的宪法制度 可能民国十年的这种遭遇就不会发生 这当然是1921年了 但那样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就是刚才桑老师讲的那种问题 都发生在哪呢 就我讲袁世凯当时他们这一波人很大意的在哪呢 主要就在于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来理解 1911年到1912年 这么一个短暂的几个月当中的这个政治变化 机具性的变化和它内部的很多这种矛盾和冲突 当然在这种机具政治变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从历史学家的立场来想一想 大概留下的答案不可能这种很严密 所以我有时候来讲历史学的研究就是很 是一个很很很这个很麻烦的事 就是我们今天讲说研究历史拼答案是说这种日常的政治 当然都要拼答案 就是凡是日常的政治当然多么的答案能够找到 但是遇到最关键最重大问题的突发时间 答案基本上都找不到 那么这样我们去还原去回溯 那这个原则去回溯历史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发生的事情 和孙中山严世凯他们的应对 才能看到这里面的可能有很多 我们今天从档案从史料当中不宜觉察到的问题 但是可能还有实实在在可能发生过 就根据相关人的一些记录 就是马迹的判断 大概能够猜到某种某种可能性 某种那种状态 那么实际的原因呢 我也不会不能就是展开的很简 我有本书叫做1911年中国大革命 后来在晚清四书当中呢 就是革命那一卷 那里面我有很详细的解释 就不展开说 但我想解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孙中山究竟怎么来理解孙中山 在1911年1912年 这个支交的这种南京临时政府 那么后来呢革命叙事 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的 在重构的一个晚清叙事 民国叙事 就把这个南京临时政府呢 就看的是民国的法统的最正宗的东西 最正宗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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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种逻辑的起点 那么现在今天今天今天我们去看的话 可能南京临时政府还不能这么去看 就孙中山他们这一代人 他们可以发自内心的认为 我就是民国的起点 我就是民国的起点 袁世凯就是送我这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利 让给他们 因为孙中山辞职 推举袁世凯 之后临时参议院 批准袁世凯 那么袁世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 不去南京就职 也就是在北京就职仍然是接受的是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这么一个一个这个法律上的这个种程序 所以在这一点呢 好像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逻辑起点 南京临时政府应该从这里边看到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要说 南京临时政府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出现了 为什么他后来就在一九一二年 清帝退位的时候 强强要把这个南京临时政府给颠覆掉 要把这个权利转给袁世凯 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 当然各种说法很多了 特别是一九一六年 地质复辟的事情发生之后 袁世凯去世之后 那么这种呢就是这种污名化的处理民国初年的历史 就成为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我们就搞得清楚了 实际上我这些年来 我在研究呢 我在可能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当时武昌起义之后 发生之后 武昌起义发生之后 就是中国的社会的主流的那点 仍然要追寻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并不是民主共和 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体制 说这个可能要是我们今天考虑的一个基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 也就是中国人对这种君主立宪体制的认同 大概我们今天就考察的话 可能从一九零零年之后的 零一年开始吧 新政开始 从梁启超的立宪法义开始 大概中国人就基本上慢慢的认同 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这种 就是说法国和美国的这种共和架构 就共和架构在当年他们看了就很激进的 这是没法走的 一个太激进的路线不能走 另外一个就是不可能延续中国已有的君主专制体制 也不能走 那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呢 去找的一个路径呢 找的就是君主立宪的架构 那么君主立宪架构 我想我们去研究这一段历史 从一九零一年的新政开始 到一九零五年的吴大臣 零六年的预备立宪 那么这条路一直走下来 那么这条路一直走下来之后 但是也有个大的问题 也就是到了最关键最关键的点 满洲贵族 满洲贵族的少壮派 在吹太后光绪皇帝 这个去世之后 在一九零九 零九一零一 这三年当中 他们实际上是借助了各种理由 是把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政治改革 给给变支了 就是改变了原来 自一代后光绪皇帝战的时候 所走的那么一个路径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是越来越不像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包括最后最关键时候出差的两个政策 一个就是这种 一个就是那个皇族内阁 一个就是铁路国有 那么就这两个政策呢 就已经表明 就亲满洲贵族 满洲贵族在最关键的时候 是背离的原来这么一个君主立宪的一个架构 这个目标追求 所以当然这武昌体义 武昌体义我们知道武昌体义实际上还是听体制内部的一个 我多年来我讲这就是就是新军滑变嘛 但新军滑变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么什么军想了爆出的滑变 而是有一个政治诉求的滑变 那就是湖北新军要求的就是一个政治变革 而政治变革呢 不是一个什么激进的变革 不是革命和革命没关系 就是要回到君主立宪的一个政策上来 你看你看武昌体义的湖北新军 紧接着江际新军 陕西新军 各省新军都是体制内的这些 这这这这体制内的操作 那么他们所追求的 要完成一个真实意义上君主立宪 但是清帝国的回应 朝廷的回应 朝廷的回应呢 实际上是不能满足这个新军将领 什么看到新军将领 真的相对就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一样的 军队的军队的将领们 就是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 就他们毕竟是什么呢 是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对来讲很多 多一点 那么就是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另外他是真正有力量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新加革命可能有什么 还有什么这种时代的这种区隔 一百年之后来理解可能有差别 那么就要看看中东最近这些年来的这种 就是说从一个专制政策 向民主宪政国家去转型的时候 军人的力量可能不容蒂固 所以新加革命在一九一年这个时候转型 那么清帝国不能按照这个就是原来大家的共识去走的时候 军队在这就发生了 我的研究我就把这个就是新军的起义 新军的滑变 我基本上我就说就是他在用一种这种用自己的力量 在表明就是要回到 逼清政府要回到一个这种君主立宪的共识上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十月十号武昌起义之后 一直拖到了十一月 一个月之后 十一月十七号 清帝国他只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就是让这个让这个什么原理开去阻隔 就是原理开阻隔 就是解决了就是皇族内阁的问题 但是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回到一个君主立宪的这么一个轨道上来 那这里它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那比如少或者像这国会的究竟怎么安排国会 那么就是国会的这种议员怎么去选举怎么去做 这都是个大问题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了 就南方的立宪党人 就张检啦 唐寿浅啦 这一些就是来自东南地区 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方 这个君主立宪体制 这个宪政改革 也就最 最这个 做得最好的一些地区啊 他们这个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一提我们现在就是向清帝国去要求 就回到君主立宪 清帝国根本就按理不理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 我的研究 我在这个时候 我才看到一个问题 我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1911年 1912年这种大排局来看 孙中山其实只是大排局大众的一个棋子 而不是一个决定力量 所以这我并不是贬低这个革命 不是卷低孙中山的这个贡献 因为我们看到孙中山的贡献从 从那个1894年开始 从1894年开始 孙中山的贡献当然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说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 清帝国制造出来的革命家 是一个被动的去革命 因为一直不赦免嘛 就是被动的革命 但17年革命就是孙中山 确实给中国社会这种影响 非常正面非常大 就没有孙中山的持续性的革命 暴力和这种暴动 炸弹 大概就不会有清帝国的这种 这个政治上的变革 没有外部压力就不会有政治变革 那么在这种状态 当武昌纪一发生之后 清帝国仍然不变化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东南立宪党人 就在思考着怎么弄一个东西 能够帮助清帝国转型 完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在分析当中 我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时候就要讲那个 就是赵凤昌了 那么赵凤昌是在中南地区 是举足清重的一个政治家 也原来是张之洞的 张之洞的这个首席幕僚 后来因为替张之洞背锅 到上海去 电报局在这个各种 反正是拿着甘心嘛 但他实际上是体制内的 这种遗见者 就是体制内的这种 有点像这几天刚刚去世的 李锐先生一样的 就是属于这体制内 当然和李锐先生不一样的 就是赵凤昌在上海的 属于这种那个三要九流 各方面的力量 这种来往更多了 就可能更更复杂了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1911年的排队当中 当清帝国不能够 按照这个就是新军的将领 按照立宪党人的意思 冲回立宪轨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孙中山刚好从国外回来 革命党人也都开始 向东南地区积极 在这种状态上 我们才看到呢 就是借力发力 就借了革命党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再去理解孙中山的地位 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 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 南京临时政府 他强调的本质是 是临时的 那么 孙中山大总统呢 也是临时的大总统 就从双重临时 就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很短暂的 所以后来到了 到了1912年之后 在整个民国的法统当中 我讲在 在袁世凯的概念当中的 法统当中 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 中华民国的法统当中呢 确实南京临时政府 没有地位 就没有 就并不是在结局上 那么一方面不是在结局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袁世凯的权力来源 毕竟有来源于 南京临时参议院 那么这里边就形成 很复杂的关系 很复杂的关系 我就在讲 就刚才沙老师讲的 问题在哪呢 就是 我们来理解 就是当时 袁世凯很轻率的 就同意了这么一种做法 就是当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 成立之后就逼着 秦帝国的 这个就是 左相呢 就不是军奴立宪问题 后来 后来一系列的摩擦 一系列复杂化 连军奴立宪都不可得了 那么这是左相共和了 在这种状态上 就是说南京 连南京临时政府 后来就说 秦帝国把权力 转移给袁世凯的时候 就居然怎么来理解 这个新的 未来的政治架构当中的 这个 这个设计 这就涉及到南京临时政府的 这个 这么一个制度安排 那么这个制度安排 包括像袁世凯 我讲袁世凯很轻率的 很 就说根本没有 把孙中山这一拨人 看作一个重要的力量 就是 孙中山 在这个南京临时 约法当中 公开的设计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牵制性的策略 就总统的权力 并不完善的权力 那么这个呢 袁世凯也就是 也就是孙中山的这个 制度设计 是因人而设计出一个制度 袁世凯呢 也看到这个制度呢 是可能在未来的实际 政治运动当中有问题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袁世凯 我讲袁世凯的大义和他的制度 傲慢 就在哪呢 就是 临时约法里面 有另外一个约定 就临时约法是一个 临时的文件 就是临时约法 这个颁布之后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 临时政府的功能 就是召集国会 制定正式宪法 那么这时候可以 重新正式宪法当中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袁世凯就觉得 那么有这种安排的话呢 那么就在这一年当中的 就把这事都搞定了 就不至于给后来的问题 带来什么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看到可能是这么一个 一种状况 但是历史呢 恰恰的偶然性就在什么 就在都不防备的问题上 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复杂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没有 没有人想到在民国 这个成立之后 立马就在这个新的宪法 没有成立之前 没有 没有制定之前 新的国会 总统 正式选举 都没有完成之前 突然发现了这种 政治上的大变动 就发生了这一系列 这种大变动呢 那么这种变动呢 就是后来的权力 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设计呢 就出现了一系列 这个破产 但我理解呢 可能沙拉斯这里的问题呢 但我可能讲的比较多了 我专门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除了 这个几本书之外 我好像前年去年 我是在那个历史教学上 我好像专门发过一篇文章 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 从制度书的角度来讲 民国初年的这个纠纷 所以我不展开说的太多了 因为这一个问题 说的时间太长了 对不起 谢谢沙拉斯 谢谢各位 感谢马永老师 您说这个 就是晚清明初的时候 提出这个君主立宪的 这个走这个政治模式的话 我也很赞同 但是我觉得您把这个 没有走君主立宪 而走向了民主共和的 这个就是责任呢 主要推给了袁世凯 我倒是有一点跟您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 这里都涉及到一个 南京临时政府 他是否合法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黎元宏开始 组建这个 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时候 奉教人 黄兴 他们那个时候还都没过去 就是我的观点就是 奉教人 黄兴 这些同盟会的人 到了武昌之后 他们呢 这个有一种叫 这个战山头的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因为武昌起义 已经走到了这种程度 然后跟同盟会 竟然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就急着去了之后 一开始黄兴不就想 是要取代黎元宏吗 但是到那去发现取代不了 也就只好接受黎元宏的任命 但是另一拨人 比如说像这个陈其美 他们本来应该到武昌去 可是他们不到武昌去 他们就在南京 就在这个上海 开始搞 搞起了所谓的 另一拨的这个革命 那 那在这个上海的时候 他们也成立了这个 所谓的当时不要选一个革命大元帅 把这个黄兴选为这个革命大元帅 把这个黎元宏选为了副元帅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说从这个团结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同盟会有点做的不太地道 就是你反清大业还没有完成 他们就开始抢占山头 那等这个孙文回来之后 您也提到了这个赵凤昌 就是给他们出主意也好 还是这个孙文 他们本来就想要抢这个山头 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个临时政府 其实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没有必要成立的 就是如果同盟会的人不怀着这种抢山头的这个意愿 不成立这个南京临时政府 事实上南方就是所谓的革命党 也有他们的政府 那就是黎元宏他们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 而且他们当年无论是任命这个 这个这个外交就是他就是谈判的这个唐绍仪 还是跟各国去联系 都已经使用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样的一个 所谓临时政府的一个称号了 可是这些同盟会的人去了之后 我觉得完全是破坏了这个 无常起义的大好形势 又搞出来一个南京临时政府 在这里头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黎元宏在这个方 在这个时候可能是缺少一点手腕 如果他要当时强烈的阻止他们 这个可能事情就像马老师您说的 后来后面的很多问题都不会有 但是黎元宏确实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没有阻止他们 让同盟会然后这个推举了孙文 当成了这个所谓临时大总统 那在这个南北博弈就和袁世凯的博弈的谈判的过程中 我觉得正正恰恰是孙文他们的这个临时政府 迫使袁世凯接受了民主共和 在我的这个读书的感觉中 其实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并不认同 他们就说为了达成南北和谈不得不接受孙文的 他们的这个所谓民主共和的观念 才开始走了这个民主共和这条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过错更多的是在孙文他们这拨人 而不是在袁世凯这拨人 不知道您同意我的想法 当然就在这个1911年底 1912年初 这是各方波语 各方波语呢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 这里面涉及了好几种力量 包括清帝国内部的满洲的这种 这种就是最正统的满洲的这种主体力量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 就是当时真正掌控中国大局的 就是立宪达人 就中国的中产阶级 自产阶级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实现在是起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 其实我就讲如果不是这个中产阶级张检 赵凤昌这一拨人在中间去撮合的话 大概沈农昌他们革命党可能在这个时间就进入不来 那么那么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明白 就是说他我在过去写的时候 我就强调过一条 就是说实际上沈农昌革命党人等到 到这个3月27号的黄花岗企业 他们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了 这黄花岗企业实际上就是说是最后一次向 像那个就是中国革命之母华侨一个交代 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过去我在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清帝国已经给出了君主立宪的时间表 时间表就是已经排了再过两个月 那么就中国就进入到清帝国就进入到一个日本一样的一个宪政时期 就是5月5月8号就直接就进入宪政时期 所以这个时候觉得3月27号的黄花岗企业就是一个就对革命党的一个交代 就对这个革命之母华侨们的一个交代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是个代理人战争了 革命主要是靠一个这种就是花侨抽款国内的这种 这种那个就是会党提议来这个来来来造成这种革命的声势 但是当清帝国从1906年开始宣布立宪 革命就逐步逐步的下滑 逐步逐步下滑 到了南黄花岗企业呢 就基本上就出了一个就是到了一种最后状态 所以孙中山在武昌提议发生之后迟迟不回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次是体制内的一个这种变化 新军全部是体制内的嘛 是代表是新政府内部一个最健康的一个这种一种新的力量 那就在这种状态 孙中山当然他不回来是有理由的了 就他回来就他自己参与的黄花岗企业都没有任何 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结果 那这个呢是帝国内部的这种力量也更没关系 所以在这种状态就是说革命党的力量呢 实际上在武昌提议发生之后 孙中山迟迟不回 宋教人回来 最早进到汉空 黄兴呢到了汉空帮助这个李安宏 但这个呢都是从后来的革命叙事都觉得好 他们去都代表了某种革命的力量进入了湖北军政府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去研究 我在多年前我就讲 关于湖北军政府武昌提议的很多回忆 是后来注入有后来的这种因素 就后来革命成为一种正一种正统的时候 这在回忆的都往革命上靠 比如我们讲的这种日之会了 科学讲习所了都往革命进去靠 实际上可能当年还到当年的这种情况 可能还不是这个样子 就湖北军政府包括宋教人去了之后 可能和革命真的没多少关系 在这时候帮助林安宏制定了这个俄州约法 我们看不到一点革命的痕迹 那就是典型的一个资产阶级的这种 近代政治架构 就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而且我始终也不认为 这个宋教人呢就是一个 一个绝对的一个革命者 我的很大同胞我认为 我们读宋教人资料可能看到 宋教人就是一个真正的 就后来多少年来批评他的 叫做议会迷 我当我有一天我当我讲 中国这种像宋教人这种议会迷呢 太少了 如果有千千万万个议会迷 可能民国初年的事情 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 就是应该是迷信议会 而不是迷信权力 迷信暴力 那么这一段宋教人呢 就是因为他是个密会迷呢 就是说他就很难把他算 那是一个绝对的一种革命的 这种力量来看待 那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了 就是说来理解这个格局 这种格局下面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神龙山呢 我刚才跟三老师 稍微有点差别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 要看到一个因素什么呢 就是赵凤昌张检这一拨人 和袁世凯 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知道1911年 武昌七一发生之前的 两个月的时候 张检是从南方往北方来 正好是经过武汉 经过汉口 到了到了安阳 到了就是张德福 给杨利康有个谈话 之后到了北京和 赤正王和庆兴王和各个 布院大臣都有这种接触谈话 那么呢这个时候就是 张检呢是出于当时 南北政局当中的 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是一手托托托几家的人物 就是他一手托着革命党 托着立宪党 托着清帝国 托着袁世凯 就各个派别的政治力量 都在 就各个派别的政治力量 在张检赵凤昌这个地方 都是一个什么 就他们成为一个 一个这种 坐庄的大佬了 所以我讲赵凤昌的这个 就是那个西音堂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当年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决定的 南北之间的和谈 其实表面上和他在 在另外一个场所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都在赵凤昌的西音堂里面 去交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讨论 就有这么一个背景 向我们再去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 我就想在整个大财局当中 只不过是别人的一张牌 那么这张牌的意义在哪呢 这张牌的意义 也不是说在 在我们后来 好多爷爷研究者讲的 这是后来什么 就他们在帮助袁志凯 把权力 往袁志凯这儿集中 也不是 就我在分析这些史料 在讨论这些问题 我想可能也不能这样去讲 如果这样去讲 可能也不合乎历史的 这种这个事实 就是好像是 他们一开始 一开始 张牌和这个赵凤昌 和比安利卡 就有一个阴谋 好像就他们就要把 所有的 押南方 逼北方 押北方 逼南方 之后呢 把权力往 比安利卡再集中 我认为这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说 道方电影的后续 来用阴谋论去处理 那么我在讨论这问题 我想可能不能这样去 看的时候是在哪呢 就要看历史的这种 因果观念 那么这个 因果观念在哪呢 就是当时大家在 大概在 在清帝 退位之前的 至少半个月之前吧 大家仍然是 追求的目标 还是最高的诉求目标 还是君主立宪 毕竟君主立宪 是中国朝野 各界除了革命党 一小撮革命党之外 朝野 各界一个共识 就认为立宪 君主立宪 是中国的唯主 那么这个 反对这个 只有很少的 这个革命党 这个路径呢 在1905年的时候 革命党 对力量比较大了 到了1906年 清帝国宣布 君主立宪之后 实际上 我们就读 梁启超 读梁复明的这些史料 你会感觉到 一大批这种 主张革命的人 都因为清帝国的宪政改革 都回来了 都回到 我过去的文章当中 回到改革的主流 回到主流社会当中 参与政治变革了 那么就是 革命 比势力实现在1911年 已经成为非常小 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势力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它并不构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级 一个力量 但是为什么后来出现 就是说反而反 要用他们的力量 来搞一个 梁启临的政府呢 那么这里面 我就想了 可能在这个 博弈过程当中 就是清帝国的少装派 满洲的少装派 在面对这么一个 就是说新变局的时候 不知所措 那么我们知道 宪政改革 君主立宪改革 其实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责任政府 那么责任政府到了 原来看新内阁 这个宣布以后 我们看原来看新班底 就是完全是一个 一个专家型的责任内阁 那这已经 就等于说 纠正了原来这种 皇族内阁的错误 已经纠正了 那么就 冲回君主立宪的路径 这已经完成了50% 那么还有50% 就另外一部分的 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建构一个 君主立宪的 一个议会架构 那么这个可能是 1911年 1912年 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最关键时候 它的焦点 就在于这个议会的 这个安排上 那么这个议会的安排 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清帝国在宣布 预备立宪的时候 清帝国就有个制度安排 叫执政院 那么执政院 作为一个过渡型的国会 就是临时国会呢 它是通过这种 选举产生的 执政院的是 执政院是200个会员 200个议员 100个议员是 各省 各省 制议局 选举产生的 那么这一拨人呢 是 是选举的是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 这个质疑的了 那么到了一个 君主 完成君主立宪的架构下 议员当然都是选举的了 那么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完成 就是说 没有召集 政治国会的时候 全体国会的这个议员 这个议员呢 没有办法选举出了 他另外一部分议员 在执政院的状态 还有另外100个议员呢 就是 清定议员 就清定议员 这一波那是个大问题 这个清定议员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200个议员 实际上当时是不满员了 新疆没有开 那么新疆没有开 可能去掉两个 还是四个 就是去掉这个新疆的名额 大概就 还有一部分 就至少在国会当中 在资政院当中 有一半议员呢 需要选举发生 这个 说我后来的研究 我想可能在这个时候 就在1901年 年底 在这个袁日凯内队宣布之后 中国政治的焦点 就在国会 这个选举上 那么国会选举的100个清定议员 我们也知道 100个清定议员当中 有10个大学者 这是没有 不会有问题的 10个大学者 不论是谁当 那大概可能是年龄 大了或者老了 或者什么 去换的话都不要紧 当时好像有这个 有严妇嘛 就资政院当中有严妇 就是这种 老的都不要紧的 就是毕竟他这个 这些东西呢 怎么选都不是大问题 10个拉税大户 也不是问题 中央的部院首长 也不是问题 那么这些部院首长 不当部院首长了 那么他这个 他这个资政院议员呢 也就自然的消失 重新换人了 也不是问题 关键的就在什么 就在满洲贵族 这个层面 那么这个层面 我们就看那个 看那个就是 那个分配的那个指标 大概我个人 当时我在讨论的时候 我想可能也就在 二三十个的样子 那么这二三十个议员呢 他的关键点就在什么 如果走向一个 完整的君主立宪架构 这二三十个议员呢 必须要交给各个省 就要通过某种 直接选举的方式 要选举出来 所以我们看了 1911年到1912年之间的 所有的焦点 你看原来 和清政府 和清帝国之间的这种扯皮 南方的谈判当中的很重要问题 就临时国会在哪开 怎么看临时国会 在千金开 在北京开 在上海开 他实际上都牵扯到 就是在这个问题了 就是如何产生这个国会议员 产生这个议员 而这个议员当中 第九点不在于这十个纳税大户 也不在十个这种大陆 而在于就是满洲贵族这些 那么这个焦点呢 可能就在这种状态 怎么安排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当然讲 我一直讲就是赵凤昌的三年 这一部分人都是政治 原来开始都是政治 头脑都非常聪明了 但是今天去看的话 实际上他们当时 都没有能够想到一个思路 就是这种政治的退出 和容忍的机制都没有 那么他这里边就是说 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们就要求了 所有的议员 统统要选举产生 但是满洲贵族 发生内心里面 他们很清楚 只要选举一定不能通过 就我们这些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选举 我们的这种民族政治的 实验选举当中 一个最大的问题 凡是高干子弟 就很难在民族选举当中过关 高干子弟 那么晚清这几年 民族这个 这个就就这个立宪实践当中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在这种状态 就是说 一方面要求的是全部选举 一方面就认为 只要选举 他们一定就是 把这个两百多年 垄断的政治权力 就等于说 在选举这个程序了 他们就完全 完全丢掉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 清帝国就是一个 打天下 做天下的架构 那么八大家族 跟着爱心觉乐家族 打天下 两百多年享受的特权 享受政治特权 铁帽的王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你突然说 来一个选举 把他们完全 政治权力就剥夺 贵族身份都剥夺 但大概这个 我想的可能是在这个 争执当中的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就没有想到 而且就没有一个人想到 究竟怎么来安排这一拨人 就让他们怎么 怎么书买政策 让咱们这拨人 来 用不接触一个新方案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 究竟怎么来解决 我个人觉得 就在这个时候 才出现了 南京临时政府的 这么一个动议 就是一个很厉害 南京临时政府 这个动议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招 就是动议说 就是后来鲁迅讲的 就是我要打开一个窗户 就是中国人喜欢 我要打开窗户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打开窗户 我说告诉你 我说把这个整个房子 吹倒了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又可以通议 把他打开窗户 所以我们看南京临时政府的意思 之所以一再强调 南京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他的意思实际上 不是要做一个长测机构 不是要做一个 南北分治的一个 这个种机构 这个就是像洪雨泉一样 就在南方了 这是一个新政府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什么 是拿着这张牌 来压清帝国的改革 所以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为止 可能要这样去理解 南京临时政府的意义 可能更震荡一些 当然到后来的情况呢 就是毕竟这种历史的因果了 后来又发生其他变化 但我是这样来解读 这个段历史 感谢马永老师啊 这个真是高瞻远祖 这个方方面面 尤其谈到了这个大清帝国 就皇族内部这个因素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 还真没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老是觉得 这个袁世凯 已经代表了他们 倒是没从这个方面考虑 好那我们换一个话题 就他刚才这个也谈到了 这个副教人这个问题 我看您在文章中谈到 这个副教人被杀这个问题 您说肯定不是袁世凯所为 这点我也算同您的观点 您同时也说 肯定不是这个孙文受益 陈其美所为 这方面呢 这个张耀杰 艺术研究院的张耀杰 最近几年一直在写文章说 宋教人就是这个陈其美杀掉的 当然了 宋教人没有问那个谁 这个张耀杰 张耀杰没有把这个怀疑的目标指向孙文 您在文章中谈到的说 大气可信的还是临时总理赵炳君所为 但我看您那篇文章中 就您给出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按照当年法院的判决 我觉得这话您说的可能不太充分 或者可能您写过其他文章 我没读到 我觉得因为当年法院还 这个只进行了两次庭审 还没有正式的宣判 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其他的理由 另外我顺便 因为我对宋教人也特别感兴趣 我顺便请教您 您在文章中说 突然有三颗罪恶的子弹 击中了宋教人的胸膛 我不知道您说 这三颗子弹是都打中了宋教人 是这个意思吗 宋教人身体中枪的部位 您能给我描 谢谢张老师 这个宋教人这个事情呢 其实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应该算是这种 就是胡适当年讲的 怎么结案式的研究 就是去年出版的 这个上小明的 上小明教授的这个就是 宋案重审 就这本书呢 把所有的这个之前的问题 包括 包括就是这个就是张耀杰提的问题 和这些年这个就是 袁伟师先生提对问题 嗯 大概大概 熊理界的一些疑问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争议的东西 上 上小明这本书呢 都有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说理 而且他给出了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宋案的全部相关史料呢 是最完整的 特别完整的在一个什么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的史料 这个北大历史系答案室的一些资料 这是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因为他的也没有公开 那上小明老师呢 就上了说是北大历史系的 那么他呢是多年来就在关注这个题目 说他这个时候出版出版前呢 他的几篇文章呢 有的是我几天就看到 就是就是他给杂志杂志有时候就转给我 我也看过 后来呢出版之后 包括这本书呢 我也很及时的就是看到 那么我觉得呢 可能这个就关于宋案的研究 可能上小明的研究 可能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已经很难在他之外 再提出一个什么样的 这种观察和思考 所以我我看的时候 我非常佩服的 说这个事情我也就不想 我就没有什么那个一点点好补充的东西了 所以就非常抱歉 所以上了说可以可以找一下这个上 这之后在里边几个细节呢 我也就在我就不讨论了 就是因为这个在上小明老师这本书里面 他们他都有非常细致的这个这个考察 所以这个就这个题目呢 就不再展开了 好这一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 谢谢上老师 是上小明的书我也知道 他在他出版了 我一直对宋教人那个枪口啊 就是那个那个中枪的部位感兴趣 上小明那块主要是从法院那边审理的 但是法院审理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当时并没有进行法医的那个尸体解剖啊 如果没有对法医对这个宋教人的尸体进行解剖 就是我现在判定不了宋教人重担的这个身体的部位 就是您文章中说是三枪都中了 但我看宋教人写给这个就不是写给 就是让黄兴尼给袁世凯的那个电报里头 就说是意思好像是中了一枪 然后庭审中的那个开枪的武士英啊 说他开了两枪 然后我看当年《名利报》那个报道啊 说现场有三枪 所以我现在对这个枪呢特别感兴趣 就是宋教人到底哪个部位中枪了 当然了这个那这个 当然了这个问题这个咱回头再谈也行 我还就您文章中这个 有一篇文章了 就是涉及到21条的时候啊 您在文章中说 这个21条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伤害啊 就说实胜过任何真正的监传炮利 说这个条约如果实践了 中国就全部沦亡在日本之首了 就是对您的这段评论呢 就是我觉得我我不是很认同啊 就是我觉得马老师 您可能是不是把这个21条这个问题描述的过于严重了 就是因为教科书上不经常说灭亡中国的21条吗 这个我大概十几年前看21条的时候 我当时就感觉没那么严重 我我这个前两天又看了一下子就这个我那个王云生的那那一套 我就翻了仔细的看了看 我还是觉得21条也不是很严重 那就拿最严重的那个第五号来说 第五号不中有七个内容吗 这七个内容说这个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做这个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现在听起来可能是严重 可是对于当年袁世凯呢 袁世凯本来就有这个这个这个有鹤长熊 他们这个日本顾问嘛 呃再加上这个美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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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德诺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聘两个外国顾问也不是什么大事 呃聘日本人做这个顾问也不是什么大事 呃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内地这个设日本这个医院 然后设这个学校然后允许他们有这个土地所有权 我觉得这事也不严重啊 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中日两国的警察老是闹别扭了 说这个以后中国的警察又中日合办 就日本人帮着日本警察帮着他们改一改 就这个意思呗 那第四条呢就说这个呃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的这个军械就是枪枪械呗 然后说或者是在中国设立个中日合办的军械厂 聘用日本的这个技师采买日本的材料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严重 然后第五条呢说 允许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什么之间那个铁路啊 南昌杭州啊南昌潮州啊 这个铁路的建造权就是包给日本 第六条是福建这个仇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 呃 说如果需要外外国资本的时候得向日本协议 呃 那第七呢就是允许日本国人在中国传教 我觉得这些是有点欺负人啊 不是说不欺负人 有点欺负人 但没那么严重 我就是觉得这个二十一条啊 就是呃 实际上来说就是可以体现就是日本政府想要搞地方贸易 呃 或者说这个搞这个叫什么这个呃 呃 片面最会国 就是说那意思中国呃 想要发展经济也好啊 发展政治也好啊 地方警察的培训也好啊 然后这个呃 这个呃 合资一起干点什么也好啊 呃 我想这个这个日本他们当年害怕 怕让英美知道主要是因为这种带有保护性质的这个贸易保护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管理方面就是不想让让英美知道是因为英美他们是自由贸易吗 是那种门户开放政策吗 我觉得日本担心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袁世凯当年他也是有点这个反应过度了 他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 然后他的过于这个严重 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谈判一直拖了好几个月嘛 那拖了好几个月 其实我觉得在在当时如果日本真的是那么那么那样的强压袁世凯的话 其实也不必谈这么多月嘛 那早就说你这个给你三周两周的时间你搞定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其中还是谈的成分很大不然不会谈这么久 就是我觉得这二十一条这个历史叙事被后来的教材啊 被后来的人呢过于夸大了 因为后来有三十年代的这个中日战争嘛 因为有这个战争 所以我们就往前追溯追啊 所以一直追到二十一条的话 就认为二十一条当年就是日本蓄意要侵略这个中国已经就做好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大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 这个马老师您您是否有这个批评的意见 你这个你这个像老师讲的这一段呢 我是非常认同 嗯就二十一条我这几年呢 我也有重新研究 我这几年也发表过关于就是那个 这个袁瑞卡的地质复辟 就是1916年 100周年的时候就是地质复辟的100周年发布了 我一篇长的 17年呢我写这个张 这个张勋这一次呢 我也有个长的东西 我都在重新讨论 就重新讨论二十一条 你还是讲的可能我过去很早的时候可能把二十一条呢 我那应该是转述的一个看法 就是二十一条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可能是那么一个看法 我这几年的研究呢 我就非常认同你刚才这一段描述 就是二十一条可能我们在后来的历史叙事当中把它夸张了 这是这是这个我认同你这个看法 同时呢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我的看法 二十一条不仅是后来的历史叙事把它夸大了 其实当年呢如果我们结合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的国内政治在看的话 我就后来在文章当中在这几年的文章当中 我就讲了 袁世凯实际上是立中了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之后玩了一个非情主义 当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最后 袁世凯是在这上面吃了一个最大的愧疚因为这样 因为实际上今天我们去分析二十一条的实质内容 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是都认同 就在所有的问题 从当时到后来包括到三十年代讨论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觉得日本欺负中国 就欺负在第五号文件 这前面几个都得解决历史旧案都不是问题 对吧都南南问题了 这个东北问题如何处理了 都是清朝问题怎么办了 这都是解决一个历史上的旧案问题 不是问题 那唯一的就是第五号文件的这种特别固 第五号文件说讲的特别顾问呢 当然对中国的这种主权行动主权是一个干预 但也在刚才那个沙老师讲的就是说 在中国的晚清走向洋务之后 中国人用科青和中国古典用科青 在这参通中国和这个近代中国 用外来的这种顾问 包括原来的还是在内 其实都是习以为常 因为这个呢 我就讲工业化发生在西方 中国是后期的工业国家 那么当然是这个时候用人家是很正常的 那么警察 我们也知道警察 这个时候在1916年 中国的警察队伍也只是刚刚建立不过15年的时间 1914年是只有13年的时间 就1901年八国列军到了北京之后 中国才有的警察队伍也在中央里才开始 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 是警察和日本的警察就比的话 那是全港之别了 这也都不构成问题 就是用外国的顾问 用外国的教练 让日本的很优先的在中国建医院 办学校都不是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后来闹成这么大 我个人觉得这里边就是国内政治 给袁世凯一个机会 就袁世凯在这呢 就是说故意弄了一个利用21条呢 他制造了一个民族的这种悲情叙事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日本大使 日本公司把这个文件交给袁世凯的时候 就已经讲得很明白 就是这里边的有很多东西 你要觉得哪一条不可讨论 咱们去掉吧不讨论 就哪一个可以定案就定案 因为我们知道在1915年之前的这个20年 就1895年开始 中日关系是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那么非常好的状态 就是历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去解决 在清党问题 这个战争进行当中 这个时候你要去解决这事 那个日本当时姿态是给袁世凯讲的事 他很明白 你觉得哪个可讨论就讨论 不可讨论就去掉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袁世凯就上来就违背了 和这个日本公司 就是日本公司的去要求 是不要把这个消息 透给这个清兵界 也不要给其他的国家去说 这是中日之间的这个一个 一个这种悬案去解决嘛 但是袁世凯转身就告诉了 这个清兵界 就通过各种方法 向外部去释放 那么这样的就是 我们今天去讨论 我后来就结合国内政治和国外 和这个国际格局去讨论说 我讲我们才能看到袁世凯的意思在哪儿 袁世凯的意思就和刚才我们一开始 今天晚上一开始讨论的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 严重约束了大总统权力的形式 那么从1914年一旦爆发 袁世凯就更感觉到 这个权力有解决这个事情 就要解决这个就是说 这个政治架构当中的一个这种 行政权的这种不完整 所以行政权附属于其他各种复杂的问题 这怎么来解决 重建一个新的这个政治架构 我们看到从1913年 就宋教人案发生前和发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不论来自各种政治力量 都已经明确的承认到 就是民国初年的这个政治架构 人就灵徒学法是给出政治架构有问题 那么袁立凯在这时候就在就在日本人提出这个21条的时候 袁立凯玩的这种悲情主义的这种这种这种叙事啊 就是要解决一个国内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所谓讲的就是紧接着等到21条 不得不接受的时候 所谓不得不接受的时候 来得更悲情的让中国教育会宣布这个国词日 5月9号宣布国词日 大家可以看到不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操作的痕迹 非常明显 那么非常明显它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它要达到目标就是我们后来讲 就在就在不得不所谓不得不接受的这个同一个月 杨渡的这篇文章 就杨渡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 就是在利用这个21条交涉当中的这个背景 就21条交涉给大家扯皮很长时间 好像中国很受日本的欺负如何如何的 那么这个时候 杨渡的这篇文章叫做军县救国文 杨渡里面提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 就中国为什么现在还被人欺负啊 中国为什么还不能够付钱啊 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因为我们现在不应该走的共和体制 我们走到共和去了 我们一开始十几年来我们所建构的这么一个 一个就是立宪架构 我们没有坚守下 如果从这样一个大的叙事大众 就把内政和外交 把这个政治运转 放在一起去讨论的话 所以刚才桑老师讲的我都认同 我都我认同就是 就是21条对中国的伤害 实质的伤害可能是 有但是不至于达到一种 这种亡国的这种态 这种这种程度 那么但是原来跟他操纵这个事情呢 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国内政治的考量 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把这个故事上面讲得更 更逼近历史的真相 可能也更圆满一点 就原来我们可能讲到的呢 自从中日这种仇恨的角度去讲 可能讲的就还有很大的偏差 所以我这在 我这在补充一点 就刚才桑老师讲的 我都我都能够充分的理解 也能够充分的认同了 那么这一点就这么简单 说一说吧 感谢马老师 我这个得到历史这个门外汉 就是有些时候看东西啊 就就就容易想一些 可能是跟主流不太一致的 不过能得到您的这个认可 那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坚信我最初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我想向您请教我两个问题啊 就这也是我这个读书的过程中 一直困惑我的问题 就是在袁世凯复辟的问题上啊 我看到两个啊 这个比较相反的言论 一个就是李鑫呢 就他们那套这个中华民国史里头啊 他这里头转引那个中日二十条交涉中的一个材料说 说那个有鹤长雄从日本带回大魏重信的口信 说啊 如果中国人觉悟了 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 当然期望元大总统当皇帝 这是一则材料 然后另一则材料又显示啊 这个大魏重信呢 在这个一九一五年九月初 对这个抱戒的讲话 说啊 这个中国未达到可有共和制 以伸展国影之程度 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地质是必不反对 这也就是说这两个材料都是大魏重信的 赞同袁世凯复辟的 嗯 但是我看到王云生那个六十年来 送过于日本的里面就是第七卷里头 谈到的这个整个的那一章呢 就五十七章地质之干涉里头 所记的电报啊 质询啊 劝告啊 声明啊 声明啊 还有那些威严的恐吓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日本 包括大魏重信在内 他们都是在 都是在反对袁世凯这个从事这个复辟啊 就是这 这是两个相反的这个材料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好了 而且我还知道大魏重信在这个面对日本下议院那个质问的时候 他也明确否定他说过那样的话 就是面对这样两种相反的材料 我不知道您您您您在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的 我特别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这个地质外交是一个很非常这个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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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因为后来这个地质被妖魔化 就地质复辟被妖魔化 就是当时的政治运转呢 到了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 就是中国老话讲的 就是知错就改 就是民国建构走向共和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这种 非必然的选择 说我这几年呢 我在研究的时候 我在讲过一个东西 我讲 中国走出地质是历史的偶然 不是历史的必然 就地质和现代化和现代国家不构成一个必然的这种因果关联 就是非去地质不构成必然关联 但是就在当时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当中 就是这种满洲贵族当中不退步 其他人的思路没有打开 具体的历史背景当中呢 就走向地质了 但是等到民国二年开始 大家就意识到呢 这个共和架构对于中国可能又是个问题 就是大总统的权力问题 一个威权 没有一个威权政府 包括像革命党人当中的 很极端的革命党人 像张太炎 在1913年给原来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他也觉得好像这个共和可能是有问题 那么在这样子 就后来再遇到了一战爆发 遇到这一系列的内政外交各种事情之中出现以后呢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 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户神 就是中国应该建构一个有力量的中央政府 应该有力量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种大总统 所以我们今天去读什么 去读那个读这个胡适的日记 胡适这时候在美国留学 你去读胡适这记 去看杨立凯从那个临时大总统 像那个就是这种那个长期大总统 像那个这种终身总统转型过程当中 胡适日记当中记载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个震荡的东西 他这个可以啊 他中国究竟应该这样吗 那么我们再去看 看梁启超在的时候发表的文章 包括他的很多记录和朋友之间的书听网 梁启超也认为呢 就是增扎大总统的权限 这是正常的 甚至我们后来研究的时候 也会发现 梁启超就包括那个就是 君主第一线那篇文章 就反对原来他称帝 但他并不是反对称帝 而是反对现在的称帝 今天这个眼睛已经可以看得很明白 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国外的几个专家 尤克长雄 古德诺所给出的建议 那就讲得更清楚 就中国可能走向共和是个错误 尤克长雄呢 那个这个古德诺 在那篇文章当中讲的就是 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建议嘛 就是可能按照中国的国情 实力政治的运转 可能应该回到一个就是 君主立宪的架构上去 但他提出四个 四个这种条件 就在墙面的状态下 才能够回到这儿去 他提出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 人民的同意 列强的同意 这四个就是 因为这些条件 就是在条件里面具备 那么就可以 重回地制 君主立宪的架构 而不是这个共和的这种 一番反常的架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了 可能在这种过程当中 各个国家对中国 在一开始原始开操作当中的情况 可能是某种意义上讲 是是默认 中国可能应该调整 那个仓宠当中 所走向的一个共和架构 这样应该 我想不必怀疑 这个态度当中 日本在这个就是 对中国的地址当中 其实一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 讲的这个并不错 就是日本在某种程度上 是诱导了袁世凯 让袁世凯 让袁世凯产生一个错觉 日本是支持恢复地制的 因为我们过去 我们有一条史料去讲 日本的公使 给袁世凯送这个21条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这个事坦诚了 我们就 这个什么 忠心期待大总统在高升一步 那么大总统在高升一步 是升到哪去 不就升到皇帝去吗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过去的叙事当中 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列强呢 对于中国重回地址 是持一个支持态度 但我讲这件事情 被妖魔化的原因 就在哪呢 那人家被这个 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在哪 就是因为毕竟后来 中国在两次地址复辟之后 走向共和去了 所以我们后来的叙事呢 就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后来叙事 我们当中就有一个 就是说 共和不是优于地址 而是共和成为中国的 必然必须 成为一个绝对 那么地址就成为中国的 一个逆流 一个倒退 所以这样的 后来我们的这个历史叙事 和我们这个历史史料 我们才会发现呢 有问题 因此我刚才讲的 就研究地址外交 是非常的难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就是台湾东海大学的 唐启华教授 唐启华教授 利用这个陆登险的那个 就是那个私人党案 他在利用这种私人党案 在研究一个 在研究地质外交 我们才可以看到呢 当时在地质将要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原来海政府 有一个系列的外交安排 就是要和列强呢 去沟通 通过发生这么重的政治变动 不和列强沟通是不可能的 那就你贸然在国内 就这样实行是不一定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我们才看到 就唐启华先生的研究当中呢 也就提到的像 像那个就是 包括包括我们 觉得就不可能 为地质外交活动的 这样的顾约军了 大概可能都在1915年的时候 都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但是后来所有历史记录 都是都在这都删除掉了 都删除掉的原因 因为后来就等于 等这个两次帝制之后 两次帝制之后呢 就是共和成为中国的 一个绝对化的一个政治政协 那么政治政协呢 这就使我们的这个历史叙事 可能就发生了很多 我们不太容易琢磨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 当然这个地质外交呢 和这个刚才 上老师讲的这些问题 我个人并没有仔细去研究过 我一简单提问 马老师您这是结束了吗 那我就接着问 最后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谈到袁世凯复辟 其实在我看来 袁世凯复辟 不过就是改变了国体 但政体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他把民主共和 改成了君主立宪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梁启超 梁启超也承认 他这个不是说反对 袁世凯复辟 只是反对他那个时间复辟 就说他错就错在时间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袁世凯复辟 或者也就可以说是君主立宪 没什么大错误 那么蔡厄和梁启超起兵 是不是就是错 就是我一直以为 就是当初他们不应该起兵 他们一起兵了 导致后来的政治 就更糟糕了 或者说这个我们主流 历史系织中的 所谓的护国运动 虽然比这个二次革命 我觉得诗出是有名 但是总体上来说 就是说他们不应该 或者说是必大于利 您对我这个观点怎么看的 当像你这样思考这个问题 好像知道在我有限的阅读当中 我还没遇到过 还没遇到过 就是没有去质疑过 这个蔡娥和梁启超的正当性 没有人这么去质疑过 就是我当然阅读的 我阅读的不是很多了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很专门的研究 我没有发现这样 但这里边确实也思考 有一个问题 就刚才我也讲了 你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就是中国重回 这之初就改 重回这个君主立宪 重回十几年来 中国人的共识 应该是一个不是个大问题 就列强那边也并不是很难 很难的问题 国内政治呢 也应该很能够接受 但是为什么后来引发出 这一系列的问题 像蔡娥最初也是同意的 梁启超呢 就至少袁科定找到谈的时候 也并没有说 那么梁启超的老师呢 在某种意义来讲 就是说 也是在这一二 一两次的这个地质 这个就是 服辟调整的时候 康远维也是这种很积极的 就当时来自于这种 方方面面的力量 都觉得可能 从容茫茫的走向了共和 确实这个政治权的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等到蔡娥登高一呼 结果原来可能阵营当中呢 也分崩了一些 这一系列是这种发生的 当然这里边可以很 值得检讨的东西是很多 当然我们过去看到的东西呢 就是很严肃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还是很少的 就是这些年呢 是有些论文 但是还没有这种 整体性的整体性 我们就大概 都局限了什么 原来是什么 这个陶居尹的 还是带有这种 演绎的 一些八卦性的东西 就真的从一个 历史的角度去说 你就为什么会 就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那个去世 我觉得可能这里边 就是你没有什么 可检查的空间 但是 因为事实就如此嘛 但这里边可能 还是很值得去注意的 就 就假如 反正这种假如 是没办法去成立了 就假如不是原来 他的身体 突然出状况 那么可能 可能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整个国际割局 在一九一五年底 列强当中 表现出这种 就是反对中国迅速改变 体制的这种声音 比较强的时候 原来还迅速有个强者 就把所有的筹备 筹备 地质 地质的筹备活动 筹备这个工作 就等于停止了 那就是就是 原来还如果是很 继续能够有力量的 操纵的这个政治 的权力的话 可能 能够把握住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 就是 实际上这是等到 等到他的六月六号去世 那就等到三一会儿的时候 其实原来还 就已经身体 已经完全不知了 他都不知了 就是等于 当然这里边 就是后来这些年 当中也有好多解读 就是原来看 这种非常羞愧难当了 就是等于这种 就是说那种 老人在谴责自己 老人在觉得自己 这个事情 就毕竟自己 自己把这个事情做砸了 就自己一辈子 那么那么牛逼的人 怎么能够 最后把这个事情办砸了 一个意儿 谴责自己 所以这可能 也是导致 他身体 迅速 迅速这种 出乎状况 那么 当然再回到 我们的问题 当中就是 就是 就是等于说 这种各种偶然因素 都堆积起来 才使历史走向那个 不得不如此的状态 所以呢 就是 梁启朝 蔡娥 也就这样 就 就 就使他这种 正当性 当然 当然在 那这里边 还有一个大的历史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 在这个就是 这就是 从中国 迅速从一个 地质国家 走向一个 共和国家 可能是一个 路径选择当中的 这种有偏差 但我们后来也讲了 为什么有偏差 之后 两次地质复辟之后 失败之后 不就不再 你再也没有出现过吗 没有出现第三次 那么这些年的研究 其实是这样 我讲我就这么 只是看到 没有出现第三次的原因 很简单 是因为后来 找到了比地质 还稳定的一个 政治架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1916年 袁世凯的地质 复辟 失败 1917年 张勋 溥仪的地质 复辟失败 但是恰恰就在这一年 人类历史 发生了一个 大的变化 十月革命发生 列宁的 布尔神维克 这样一个政治架构 必 所以列宁的布尔神维克 它是走了一个什么 走了一个政党政治 当然这个政党 就是政党 还不是一个多党竞争的 这个政治了 所以这样 它一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它解决了一个 就是 实际上也解决了一个 威权体制的 重够威权体制 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历史的 这个难题 所以这样我们才来看的话 可能才能理解这个民国初年的一个 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历史的发展 它的这种必然和偶然的这种关联吧 但我想这么简单 简单表达这么一点意思吧 谢谢各位 马老师您就是前半程的这个分析 也啥的我也都很认同 至于这个十月革命 对于就是1917年 1918年和1919年 甚至到1920年 对于中国这个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可能跟您观点不太一致啊 我的这个参照的标准呢 就是一个是阅读当年的史料 我有这样的印象 再有一个就是 那个金金关涛 那个刘青鸿那个金关涛 他那有一本书 就是做那个观念史研究的 就是他们通过检索几个杂志 然后发现了就是当年呢 大家对那个事也没太大回事 当然这个 一旦今天这个主题讨论呢 这个不是特别相关 我想就就就这个袁世凯 这个问题跟您做一个 这个总的这个讨论啊 就是我说这个总的讨论 就是袁世凯复辟 在我看来 就是他最后把他逼 逼成了这样子 就是就是他没有办法了 嗯 他的这个复辟有外 这个外面的因素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蒙古国要独立的问题 西藏这个谈判 西藏也要独立的问题 就是他外面压力挺大 然后内部的压力就更大 那我觉得这个内部的压力 这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孙文他们搞的 这个所谓的二次革命 因为二次革命导致了 这个这个这个孙文 他们一武力起钉 那袁世凯不得不去镇压 那镇压之后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这个议会啊 那个国民党籍的人 都被袁世凯给清除掉了 那么这个议员人数不够 就导致议会无法运行 那议会无法运行 作为总统来说 就是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他就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然后就只好走上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君主立宪 或者就我们通常所说的 复辟的这么一招棋 然后当然了 最后就走的是很失败了嘛 您刚才也都分析的那些 我也都同意 但是这个追究他这个原因 就是他为什么会复辟 他为什么会走这么一步 很差的棋 那这其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孙文他们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二次革命这个问题上 和这个这个南北和谈的时候 向袁世凯这个移交权力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同盟会中的那些激进派来说 那这个激进派就包括像孙文 陈其美 包括他们这一支人 他们都是很不情愿的 就没有办法了 不得不把这个权力交出去 也不就是说不得不和谈 不得不接受这个所谓的 把这个临时总统让给袁世凯 但是从他们本心来说 他们并不愿意这样 所以当年孙文他们就是 就是拼命的向各国去借钱 如果我想当年孙文他们借到了足够的钱 他绝对不会跟这个袁世凯和谈 他一定会发动提前十几年的那个北伐 因为我觉得二五年那个北伐呢 就是当年孙文他们没有北伐 然后这个不得不所谓的韬光养晦也好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蓄展力量也好 推迟到了192526年才搞的北伐 如果当年就是就是孙文刚回来的时候 如果他要是弄到了钱 我想他肯定是武力跟袁世凯要一较高下的 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民国初年从武昌起义 这个黄兴和宋教人他们到达了武昌 一直到后来袁世凯复辟 然后失败 这个过程中的罪魁祸首 我觉得就是孙文他们这个同盟会的激进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总结 马老师您认同不 或者认同西州毛一点不 就是我我将这个民国初年的整体的政治运作 不唱破使袁世凯称帝 然后失败 最后这个民国 然后就是袁世凯死了之后 就是政治的运作就更更不顺畅 直至最后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被南京的这个国民党 他们北伐然后给击败 那我就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大脉络的过程中 我既很同情袁世凯 然后我我觉得就是说 袁世凯最后的那个悲剧很大原因来自于孙文 他们这个同盟会这个激进派的这拨人的 咱们老百姓讲话就是死坏 就就就把袁世凯给逼到了这个份上 然后最后他们实现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政治野心 相当是这一段呢 我基本上不能够认同 我不能认同的原因呢 主要在于就是我不是这样去思考这个 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和整个民国的后来这个叙事 因为现在呢可能好多这个朋友 在研究这一段时候都是这个就是把宋文看了一种很邪恶的这种力量 特别是到了这个就是后来民国初年一系列的这种政治纠葛 很邪恶的这种 嗯那么就把很多责任都推到这儿来 我不能认同的原因 我觉得呢我们其实很超越的去看那个历史发展 大概不是这个样子 就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孙中山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很多很多的问题 斯德拉各种东西 包括对这种重大的外交事情的判断 这个有问题 现在可能不是我们去讨论的在这种 就是说他有一个什么为了某种特别的私人利益 这个种革命党的特别的利益 一定要去去如何如何的 但我不能够认同这么一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后面的人去看待前面人 可能还是要看到他们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民主的某种真诚的一面 这个整个这个样一个一个结局当中 我们必须要承认从孙中山从1918 1994年之后 这种冒着这种 当然这种冒着也是被动的了 就第一次可能说一开始革命是冒着风险的 后来就是你整个不能够原谅他们 整个在革命的路上走下去 可能这么一种状态 但后来像民国初年的这种政治纠葛 我们今天看了更多的史料 可能看到了其实各个方面都有这种误解误读 就不能讲了是一个一个一个就是他们很恶意的如何如何的这种倒乱 当然这种倒乱的这种说法呢 作为一个革命党他们这种建设性的能力不强 这也是他后来不可能得到就在在这个1912年 不可能得到就在那些老人中国资产阶级的认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呢他在民国的整个后来这个建构当中 包括我们去讲的中华革命党 后来这个北伐 大概都不能这么简单的看了是一个就是 声闻如何如何的很很品质上有问题 是很恶劣的 大概不能这么去去讲 因为我们这里边要看了一个大背景 要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大背景是什么呢 就这个我们讲过去的可能这些研究 有一些研究还可以这种继续说下去的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大背景 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面对的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是要纠偏嘛 他纠正就是要纠正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我们看到列宁帝国主义论当中 对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我们去读 我们去读列宁是到后来这种实际的发展 当孙川在这时候也很 孙川也是一个这种革命的先知先觉者 所以他在1905年就看到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那么他起初的这种后来三民主义呢 这种五权宪法了 某讲在原来的发展路径上 能够有所修正有所调整 所以这样的是后来 当然当然当然就是这种调整 实际上是后来看的是有有很有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不是来自于一种主观的恶意 而是来自于这种事实上的这种恶国 那么这呢可能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呢 是这个才能够更能够放到这个历史的脉络 他能去理解他 当然我能够理解上了是讲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当然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 也不是和分开也没做到关联了 就是因为上老师讲到的问我看法 我就这么简单讲一讲 那个如果有冒昧的地方呢 上老师原谅了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上老师 上上谢谢三川 谢谢各位 各位晚安 谢谢啊 好 感谢马老师啊 这个您别见怪 我这个历史的这个爱好者 还没谈上这个专业研究 只是这个初步读书 有这种感觉 这个不要紧日后多读您的文章啊 那好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 就到这儿 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啊 我虽然开篇的时候提出了五个大问题 但是我今天其实跟这个马永老师这个探讨 或者说是请教吧 主要是谈了这个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清末对于这个整个的政治思潮也好 还是社会思潮也好 我跟马老师呢 都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就是民主共和的确不适合当年的这个中国 我们都共同认为当年如果是走君主立宪的一条路 也许中国会好一些 那这个第二点呢 就是在选择民主共和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我跟马老师稍微有一些不同 就是我认为这个这个当时这个南北和谈选择了民主共和 更多的是孙文他们这个迫使这个袁世凯 接受的一种结果 那马老师给出的这个观点里面呢 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呢 马老师给出了一个思考点 就是皇族这个议员在这个其中博弈中也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就是最后实现了一种所谓的矫枉过正 就是南方的这个孙文他们这些人说 既然你君主立宪不可以搞 那我们就干脆来民主共和 这个就像马老师举着鲁迅的先方顶的那个案 那个例子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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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那第三点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就是袁世凯这个复辟的问题上 我和这个马老师呢都认为这个袁世凯的复辟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就所谓的倒退 其实袁世凯当时改变的就是国体嘛 他并没有改变这个立宪的这个政体 其实当年这个这个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就提出了这个蔡厄和梁启超起兵这个问题 我觉得当年这个问题因为法律并没有 并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直接起兵 我认为这非常不好啊 当然我也直接批騰了这个所谓的二次革命 就是说文他们那次起兵 我觉得在法律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 就是不是逼着迫不得已起兵的时候就起兵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不好的 那在这一点上啊 就紧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个动辄就起兵的这些人 我觉得管他们叫军阀是可以的啊 因为拥兵自重 然后这个政治和法律还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就开始这个动刀动枪 我觉得这这是这是真的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 这种恶劣的行为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放送了民国 当然这个这些更多的是我个人的意见 还有一个就是在谈二十一条的这个问题上 因为以前的这个主流历史叙事把袁世凯这个抹得太黑 这个我跟马老师能达成共识 就是二十一条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或者说也并不如我们历史叙事中叙事的那么严重 这实在是被夸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当然马老师更高三元祖的就是他把这个二十一条 放在整个民主共和运行的这个过程之中 看作是袁世凯打出的一张牌 或者是这个打出的一张牌 或者是下的一枚棋子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马老师的确是这个视野比较宽阔 最后呢就是这个我对袁世凯的这个 在历史上的所谓的这个功过呀 我将他的功过呀 这个推给了这个孙文呢 同盟会这拨人 我认为这个国民党也好 还是同盟会的这个激进派也好 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 为了这个这个显示就是所谓的你不写我来 当然我我我我我纠正一下 就是我不是说孙文他们人品恶劣啊 这就是一个争权嘛 和后来的和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你不行啊 你就必须得我来啊 只有我才行 就是我觉得孙文他们就出于这么一种心理 就是你们都不行 然后就得我来 那这个这个当然这个观点 这个马老师不赞从 马老师认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 呃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 呃不能把这个这个历史的过错 或者是罪责更多的推给孙文他们这些人 呃还有一个就是马老师提出了 这个1919年这个列宁的苏俄政典 然后对中国当时的影响 当然这点我可能跟马老师也还有一些不同 呃这个不要紧 这个日后我多学习多想马老师学习 呃共识沙龙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呃也就因为时间比较晚了 也就不跟大家再讨论了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让马老师休息 我呢这个凭借着这个两把刀 二把刀的水平 然后能回答的就回答一下各位 好吧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陪我们度过一个 这个这个充实的夜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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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